我比以前好多了 而且 我觉得他不是坏人 还送给我了清洁记 清洁记 投其所好 看来我需要学习了 我的意思是 你对人要有戒心 万一他接近你是有什么 不纯的动机呢 这多危险啊 我之前总是拿恶意的眼光 去看身边的人 但是遇见你以后 我才发现有人 是真心实意 想对我好的 所以 我也想试试 接受他 是啊 是我把他变成这个样子的 是我让他放下了防备 要怎么办 难道就不管他了吗 我现在 真的还能放下他吗 对不起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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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是不小心摔倒 然后才 暴露你的 没 没关系 你小心点 别睡透了 看样子那个症状 就快要出现了 这个症状简单的说就是发情 发情 任何生物都会有这种症状 人类也有 但是吸血鬼的这种症状 比人要强数十倍 那怎么办 会怎么样啊 如果有了喜欢的对象 这个本能就会很自然地被唤醒 会非常地想要触摸对方 然后变得很兴奋 怎么了 你终于和心妈对眼了 你说什么那 怎么忽然提起那小子啊 就是最近听了一些传闻 想问问而已 好了好了挂了 不跟你说了 会不会是因为在岛上的那个吻 才会这样的 李诗雅你冷静一点 你不要想一些有的没的 像个变态一样 什么呀 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 我是发情吗 李诗雅你个变态 是 施雅 这部电影可以吗 可以 我们开始吧 施雅 你怎么了 是不舒服吗 不用这么勉强的 要不然 我把灯关了 不用不用 没关系 这个惊悚电影 你真的不害怕吗 我当然可以了 我很喜欢看的 只要没有鬼就行了 镇定 只有上次那一次吗 说不定只是偶然 不能断定崔俊和说的症状 就是我的症状 你应该不在那里 你不在那里 你不在那里